133.香港相報 龍華勞毛公克壓縮機關鍵技術 2015年7月14日直通南越A.18 香港相報信 記者旺納報導 入前,記者從龍華新區獲釋 龍華新區中國鎮華集團工業院區內誕生了一位2015年全國勞毛 他就是工作在鎮華亞普公司的一名平凡技術工人張根國 據悉 他主持參與了二十餘項國家 省 市重點裝備項目研製 其中國內首創的中亞丹羅干空氣壓縮機研製關鍵技術在2012年取得突破 打破了美日的技術封鎖 被列入省級十二五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和中國電子十大產業化重點項目 據介紹 將根國2010年進入鎮華亞普工作 現在市軍民兩用高端丹羅干壓縮機研發團隊的大頭人 1997年初到深圳 成為一名一線技術人員 研發人員 由於對技術的熱愛與轉現 經過十多年的積累 在沒有任何相關專業資料幫扶下 他帶著團隊研發出中國首台中亞丹羅干空壓縮機 並填補尿航業空白 不過這次第四次代就和公開了 小排 教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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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廈